小孩漂浮在水面上 大人赶紧下水救援 妈妈在岸上一直哭泣 一群人十分着急 不过报上案后 并没有放在地面上急救 而是把小孩倒着背 还一边狂奔 网络流传这支影片 说是祖先流传的方法 可以把小孩救回 但这个步骤可被认为相当危险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也结合消防局为此澄清和宣导 这是错误的讯息 因为小孩已经贪乱 这种情况下 颈椎腰椎肯定会再受到 进一步的伤害 我们要特别注意患者的 那个颈椎的固定 因为在后面的一些 搬移的过程当中 可能造成他的二次伤害 在有意识的状况下 我们当然就不要执行 那个心肺部署数 搭配我们的AED 还有心肺部署 那个胸外按摩 来执行那个救命数的部分 这样会大幅度的提高 患者的生存几率 原来人在被水或食物呛到的当下 会引发气管筋软或紧缩 是种保护机制 让水不再往下走 但就是因为这样 身体没有了氧气 最后可能会导致脑部缺氧窒息 而且超过五分钟 还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甚至是身亡 溺水案件常发生 所以当发现有人溺水时 第一时间应该要立刻打119 并注意自我安全和装备 才能下水营救 再持续进行CPR 直到救护人员到场 而现在沿海派出所 安检所跟消防队 还有北关处一些服务站 都能免费借用救生衣 民众可以在玩水或钓鱼前 先留意天气或长浪 再备好救生衣 做好安全准备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